比儿童节更开心的是《天堂2》《血蒙》新版本爆然将至。 《天堂2》《血蒙》种下圣典已经接近尾声,作为夏日三重奏的第二章种下特别版,刘金硕时正蓄势待发。 在这个天气酷热,就连金、石坊福都要被融化的夏天,又将如何面对大陆上即将到来的危机? 《血蒙》将会给你危机背后那金石一般的意志和希望,勇士们终会战胜敌人。 总之,让我们回到更新,那么说了这么久,具体更新内容有哪些呢? 全新单元副本开幕,梦幻结界战火不断。 全新的单元副本玩法《梦幻结界》终于登场了。 梦幻结界的背景故事设定在爱尔摩亚丁王国,一群来自异次元的恶魔发现通过梦境,可以打开异次元和现实世界之间的传送门, 于是希望通过梦境前来入侵爱尔摩亚丁王国,而玩家所代言的冒险者们将会在集结在现实世界的传送门打开之前。 到梦境之中消灭恶魔,其中,实力越强的恶魔将会在越是深入的梦境之中等待着冒险者们的到来。 开放S85全新套装,英雄商曲共同奏响战歌。 梦境共同以次元与现实,这简直是福洛伊德和魔幻现实主义结合才能产生的故事。 作为剧情故事的自身爱好者,小编已经被这个剧本深深地吸引了, 但是小编也知道,接下去要介绍的,才是玩家们最是关心的事情。 没错,那就是大家期待已久的S85套装终于要登场了。 新版本怎么能不出新装备呢? 只要通关全新副本《梦幻结界》,玩家们即可获得将S85无限装备、猎王装备及特殊BOSS手势收集成S85英雄商曲套装的材料, S85英雄套装未可穿戴的橙色套装,包括防具及手势。 勇士们新录了吗? 那么在现在的版本当中最好的装备就是S85无限装备了和猎王装备了, 新版本的S85英雄商曲套装出来之后呢, 毫无疑问在装备选择上有了更强力的选择, 拥有S85无限装备和猎王装备的玩家们可以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升级, 而英雄商曲套装又是作为后续版本中, 将会放出来的更加强劲的S85祝福商曲套装的前置套装, 毫无疑问可以作为玩家们提升现阶段实力的重要途径。 不过考虑到即将推出的《梦幻结界》作为一个单人副本的全新玩法, 在难度上肯定非常大, 而且由于缺少了不同职业团队之间的互相协作, 单人副本《梦幻结界》的通关难度甚至会超过当前版本中最难的团队副本他舞题, 要想通关获得新装备的玩家们可要千万注意哦! NOS安卓大混幅即将开启, 双腹融合畅想游戏狂欢。 除了游戏内容上的更新之外天堂2, 血蒙还将会在服务器上做出大更新, 众所周知, 长久以来NOS玩家们和安卓玩家们一直以来就没有办法一起玩耍, 朋友之间总是会有这样的问题, 你在什么服务器呀? 安卓, 你呢? NOS, 再见! 为了解决NOS和安卓上的小伙伴不能一起玩耍的问题, 这次更新将会开放NOS以及安卓混幅, 机型的差别不再是距离, 安卓或者NOS不再是问题, 只要你我心存血蒙, 我们就是一家人。 关于天堂2, 血蒙 天堂2, 血蒙是NCSOFT天堂2官方正版手游, 继承了天堂2端游的所有核心内容, 并根据手游用户特性做出了全面优化。 游戏不仅还原了天堂2原汁原味的经典玩法和顶级视听体验, 更保留了为广大工会玩家所熟知的训盟、工程战系统。 同时, 通过完美结合战略模拟游戏的对抗策略与角色扮演游戏的职业养成, 还原了韩式网游令人印象深刻的庞大绚丽场景和畅爽战斗操控元素, 是一款不可错过的大型MMOIPG移动网游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